满只古梦静落了月光 灯盘魂是蹄皮花海棠 如风吹散每晚吹不散痴狂 再一步变成全白手无恙 吹不细细无常 你仍在身旁 爱就是呼应你走出光望 用时只捧起风霜 换作比酒香 风尘度日美甘相关 随到人间沧桑 你不曾离场 而昨日被换一别就藏忙 用时只捧起流光 为剑此情长 晚白不满等我回望 那个打扰了 老板 你这风铃 是什么年代的呀 看文样 有魏晋之风 形态似晚堂 线条又有些送出的风貌 这风铃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呀 我觉得你这个人可真有趣 我头一次见到来到酒馆的人 不喝酒 想买风铃 是这样的 我呢 是一名文物修复师 我平时喜欢注意这些东西 所以看着挺有趣的 我就进来了 既然都进来了 不如坐下喝一杯 也行 那就随便来一杯吧 正好我要去接的专家飞机晚点了 我还有时间跟你聊一下 你的风铃实在看不出年代 我真的是很好奇 你也别那么在意 搞不好 那就是某宝的山寨品 嘴巴这么毒 小心啊 小丑竟是你自己 这风铃是一位故人送的 据说来自一座五叉 其他就不清楚了 我对你这个风铃啊 真的有兴趣 你能不能借我研究几天 是这样你知道吗 老物件不会说谎 每一个老物件里边 都住着一个灵魂 只要你用心地倾听 就一定能够听到 他们在告诉你 很多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 简直引人入胜 临人超迷 你借我的风铃 你拿什么来换啊 这样 我先给你讲一个 我正在复原的故事 讲完之后 你再决定要不要 把风铃借给我 好吗 这幅画是复制品 真品在研究院 拿不出来 可惜 画被烧掉了一部分 我正在研究它的过程中 来 你们看 里面的两个主人公 他们好似 非常坚固的金兰之影 你 这消息哪儿来的 胖头鱼说的 在孟良城 有个凶残的蝴蝶腰 在秘密西施人气 好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说那个蝴蝶腰 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奇怪的雾气 让我一定转告你 胖头鱼 干得不错 回头 讲理他一条小鱼竿吃 我就纳闷了 那些小妖 现在到底站哪边 怎么 吴宇大人 开始仰仙人了 拿我这儿 当情报站了 这样不好吗 好什么好 真好 妖怪还真是善变 好热闹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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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 你真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不了 刚好有人 在找杨山别院的看宅人 我既有了住宅 杨山别院 又能挣滚半钱 一举两头嘛 你听说那个地方挺荒的 你真不害怕 那不就是 胖头鱼所说的 吴迪欧所在的地方 对了杜乡 不是我说你 你可别为了点小便宜 热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自古荒芜皆灵异 万一住这个聂小倩 你这辈子可就交代了 聂小倩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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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子 老子庄子 莫子 勋子 盘妃子 都能保佑我 等等 难道是我听错了 等等 我的娘啊 年轻人 我钥匙掉了 让你等等 你跑什么呀 你是杜西 文字下 正是学生读心 见过老人家 我年纪大了 腿脚不方便 年轻人 这阵子 这里就交给你管了 看装子本身不难 只不过 你得听我一句劝 天黑了 别去后院 那儿 不干净 多谢老人家提醒 不过呢 咱们读书人 胸中 正气万千 不惧要抹血碎 也没老人家说得那么吓人吧 郑可威 陆王本生 敦煌碧 修凡无彩 照人间 如此精美的壁画 竟斑驳之词 实在可惜 学过几年丹青 试一下吧 你 青丝 小懒风华 眼里 流光飞霞 你怎么感觉有人在看我 先回去休息 明日再来补吧 明日再来补吧 唉 我刚已经进去转了一圈 没有额腰的气息 雨拙特意来转告我的 料也不会胡说 看来 我们得等一场屋 好不好 去哪儿啊 我们现在进去 不过就是打草惊蛇 不如在附近找一个客栈住下 看待虚实 我昨天收拾了吗 白日看着壁画 更觉动人 想来当年 是何等归离 在下决定了 住在这里的这段日子 我一定帮你 重新补色 这里缺的 应该是单红之色 先问树 然后买出沙来调制 来 这怎么回事啊 我来说 昨天正好 我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哪儿呢 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啊 打听了一圈 没听说城里 有西施人气的妖怪作祟 这杨山别院 不过就是破败些 里面住的那位也不伤人 是不是胖刀鱼那小子弄错了 掌柜的 请问您可这盒只有猪沙卖 我问了很多弟 这不是那叔叔无人知道 他要猪沙喝的 你要这东西做什么 捉鬼啊 掌柜的 您别吓我 我用猪沙是为了取西丹红 修复壁画用的 不知道 要不你到山上倒灌问问 多谢 猪沙我有 真的 我买 在下杜西 这像有礼的 敢问 您的猪沙如何买 他的猪沙你肯定买不起 他可是捉药师 猪沙是他的法器 哦 这样啊 别听他胡说 来 送你 那 那怎么行 我得给你 我得给你钱 不是 没没没没没没没 没关系 你不信 我得真的给你钱 不是 我认送你的 你 你 你 等着 那 我 不过呢 这猪沙 我可不白送 我知道你住在杨山别园 帮我个忙如何 不会是捉药师 当真痛小万物 不知在下能帮你什么忙 那很简单的 我就住在这里 如果你看到别院起雾 立刻来通知我 虽然不知是何意 但是在下记住了 嗯 多谢 今天 就先到这儿吧 来吧 难道 真是老人家来过 也对 这里除了我 也就他有钥匙 得去谢谢老人家 我就知道是您 年轻人 住的还习惯吗 住的很习惯 谢谢老婆 成功照顾 点心很好吃 我看这盘子 应该很贵重吧 刚准备给您送过去呢 盘子 我要是用得起 这么好的盘子 何至于 给人看这破宅子呢 小 小伙子 你 你是不是 碰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我读心 一心只读圣贤书 从未做过亏心事 我不怕你 我告诉你 这可是桃墨 专门用来取血用的 我不管你是什么妖怪 都不要靠近我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可要读书了 如果你再敢搅扰我的话 我就去告诉周妖师 让他收拾你 东婢 你说 他不不能傻子呀 吃了我们的点心 喝了我们的茶 菜了我们的盘子 还说我们是妖怪 为了有别 觉得和自己不同 便是妖师怪 其实 我们又和他不觉得 这人类奇怪呢 赤竹落魄 那你说 我们还需要替他 打扫房间吗 扫 全靠这个读书人 咱们又变得牵扶起来 要懂得看 知干修秘 清阴术 清阴术 妖怪 妖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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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妖师大人 这妖师大人 有 有物 有妖怪 就在那个屋子里 那些树 那些树 那些树自己会动 他自己会动 你明白吗 冷静点 冷静点 你先告诉我 那妖怪如何害你 他 他倒也没有害我 他反倒 给我准备了点心和茶 还帮我打扫了房间 这么说来 倒还有一点女狐仙的作伴 他一定想迷惑我 然后稀有惊奇 这么说来 你还挺期待啊 哪有 你想要怎么处理这妖怪 我帮你 他若没有加害我之意 我也不该起朱沙之险 子不语怪力乱神 若当真举头三尺有神灵 我想去见见 你说了一堆大道理 无非就是想看看 好看不好看嘛 我哪有 这是显灵符 烛火烧尽 灰墨 屠一眉心 灵物济现 这傻子又想干嘛 这傻子又想干嘛 珠子百家 统统保佑 他在这里 是灵符 哪有 我一会儿 我一个人就想给你 你们不要过来啊 我 你们 我是用糯米的啊 我告诉你们 我是专门驱鞋的啊 我还有 我虽然没有黑绿蹄子 但是我有臭袜子 很臭很毒的啊 你们不要过来 大人 我们真的要帮这个傻子收拾房间吗 你不知 我们在这住了多久了 你大喇喇地住进来 我们没有赶你走 还好心帮你收拾房间 你不仅不领情 还叫我们是妖怪 你才是妖怪呢 知道什么是灵雾吗 笨书生 快向我们大人道歉 叫他别动 我知道 他们都听你的 对吧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都不给我们大人化嘴唇 他怎么跟你们人说话 嘴 嘴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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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就是 壁画上的那位啊 你 你就是壁画上的那位啊 主人还说 有我们在 你不用怕 这里没有妖物敢来侵扰你 诶 诶 诶 等等 之前你们送的点心跟茶 我 多谢 我们主人想问 你之前不是怕极了吗 怎么现在又不怕了 嗯 头一回见这种场面 难免有些紧张 不过 刚才我观察之后 发现你居然是我笔下描绘过的人物 也就没那么害怕了 反倒 有一丝莫名的亲切感 倒是你们两个 我好像 没什么印象啊 笨蛋 我们两个一直都在大人旁边啊 还说呢 你把朱砂跌在了我的翅膀上 你看 你是那鸟啊 什么鸟 我叫巧月 它叫巧音 至于我们大人嘛 你不配知道它的名字 简直跟做梦一样 不会真的是做梦吧 不会真的是做梦吧 难怪无法说话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 也不行 巧音姑娘 你以后出现的时候 可不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啊 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胆小鬼笨书生 大人的嘴唇没有颜色 是不可能说话的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好 若用血迹 能否作效 有口不能言 莫不是有冤 你 我们大人说 别费心了 因为 太长了我没记住 言有福于其义 而义有不禁于其言 言不必试 所以自古口唇着色 应言所困 非寻常颜色可为 非寻常颜色可为 所以自古口唇着色 因言所困 非寻常颜色可为 一番言语 受益匪浅 他更想先有能开口说话 我们好好畅聊一番 学生不惨 在此叨扰期间 一定帮你找到 单纯甜色之法 必于研磨 入化为处 则珍珠 珍珠 赵珠 赤金 车渠成粉 则固色永恒 这个一定行 可是珍珠 赤金 车渠成粉 车渠这么贵的东西 把我卖了又不够啊 我发现你变了 我变了 你变得更有趣 更有人味了 身为一只妖 夸奖人 说别人有人味 你岂不更有趣 我还是我 只不过 在我提一只瞎眼小狐狸喝醉 吃过永生之人为我摘的野果 见过漫山如雪的蒲公英 还有那只 把自己作为药引的庇护妖之后 我开始有点不确定了 人和妖 就这种什么区别 所谓妖 只是求而不得的人 小妮小啊 我肯定要毁约了 杀一万只妖对我来说 数量有点多了 我先打个车 福宇啊福宇 我没想到天下最强捉妖师也有今天 你知道吗 你除妖的信念已经动摇了 是你捉妖师的大忌 搞不好哪天 你也一化变成妖了 要我跟你讲了 我们这些妖啊 可是很多遍呢 你可别这么容易相信我吗 啊 哎呀 说废话 喝了 其实吧 我也不想要练丹了 主要是 看见自己长出黑色的龙角出来 太丑了 心态都崩了 要不 我们换个赌注 换赌注 我 上哪儿搞这些钱来买这些材料啊 什么赌注 你把你喝过的酒 腰不醉 通通双倍拿钱还给我 哦 这么黑啊 你看黑店的 这张市大人 您 缺跟班吗 我的意思是您 还缺一个跟班吗 你说谁是跟班 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 您说 我 学小钱 如果您愿意顾我的话 在我读书的间隙 抄金化服 习衣服 我都可以 你们今天是怎么啊 想钱想疯了 谁不需要钱 我也需要钱 你需要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您看 我需要买 珍珠 赤金 还有车局 我用来修复壁画的 大人 您雇我吧 他这个样子 你看他现在有钱的吗 我雇你 真的 真的 不过呢 酬劳晚一点给你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就行 我有个任务给你 我需要你 回到别院去 帮我注意 何时起雾 起雾 第一时间通知我 能不能做到 好 没问题 好 去 谢谢大人 谢谢 谢谢啊 你 我倒想看看 你身上穷的叮当响 打算怎么挣钱给我们 你想知道 开我过去 回酒馆 福与大人万事无 万事无 走过路都不要错过 今日啊 我们开价 最高的前十位客人 可得到我们福与大人 专属心愿定制服务 你追赚 我注意了 我后悔了 而最终解释前呢 归我们妖怪酒馆所有 没问题 没问题 快快 没想到啊 我一个小小的鱼头怪 居然能让 富与大人为我办事 还是 白旗大人厉害 能让那个人 为咱们做事 我实在应付不了这种群变 你来吧 这事替身符 贴在身上后 你的神识就可以操纵我 随便你 挣的钱 留一些给书生 剩下的归你 可以操纵你 可以操纵你 我总觉得 这比你给我脸蛋还要刺激 我们就有请我们青秋万熟活动的主角 富与大人 山南大厂 山南大厂了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我跟你说 我们下个人 这让一群变成 我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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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手 这套手 我们下期 那个套手 来 πο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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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就变了 谢谢大人 大人 上一次今年酒的时候被您拒绝 这一次我就想着让您对我情深义重的说 鱼藏兄弟 今生我再也不会把你变成小鱼干 太啰嗦了 够在酒里了 复义大人 我想生猴子 生猴子 你确定你这品种可以穿猴子 我不管 我就想生猴子 谢谢大人 大人 难道有人见到我们好不躲不去的 还好心帮忙 大人不能跟他说话 会不会很寂寞呀 能说出口的话 有事反而言不由衷 没说出口的话 一切都在眼神里 能不能说话重要吗 腰界内卷严重 钱有这么好账 你都用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就穿原喝酒 给鲤鱼精烫头 再没别的 没 没有啊 你介意 养猴子吗 要是不介意 我还可以多振一些 我还可以多振一些 大人 起雾了 起雾了 等等 您听我说 我今天回去的时候 发现院子里果然有雾 然后我就过来找你 发现你不在 然后我就回去一直观察 直到一个时辰前 雾散了 散了 散了 这屋真的很奇怪 好像专门挑着大人 您不在的时间了 起雾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这是你的酬劳 你要的四样东西 都在里面 多谢大人 那我回去继续盯着了 来 去吧 这个傻书舍 压根不知道里面的东西 有多贵重 你为什么帮他 这是人是妖 原来如此 他不是坏人 画中那位 更不是妖 金兰之仪 为何不保 看来那千年蝴蝶妖 没有那么简单 庄台有劳了 在下 虫云 虫阳祖语独仙碑的虫 围剑龙城 启木云的云 学生杜西 杜鹃花开春雨蓝的杜 闻到龙标 顾雨西的心 虫云 杜西 咱们俩家一块 就是西生鼠藩语 贺梦 几虫云 杜兄好文采 可惜 没有美酒 不然 这良辰美景 定要把酒言欢 这又何难 崇云兄 也没见你出门 你哪来这么些真修啊 自话中而来 对于世人而言 那只是伏笔话 但与我而言 山河设计皆在此中 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 若我想要 可以将其拿出来 所以古人云 画中神女似下凡 回眸一笑百妹生 原来也是真的 看来杜兄 不似功名 似差群 承云兄取笑了 在下一届穷酸书上 谁家差群 敢托付啊 我最大的心愿 无非就是此番能够集地 为天下苍生 做点事 胸中有秋鹤 眼里存山河 杜兄此番 必定告终 对了 冲云兄 出于好奇 一直想问问你 你跟你身边的那两位姑娘 是鬼狐仙怪中的 哪一种啊 不瞒独秋 我乃名家所会 感受日月精华 逐渐凝出人身 若要细细分数 我们应该属于 灵物 灵物 我生于笔墨 是笔墨之灵 你有何渴求 崇云兄的心意 在下心灵了 但是在下 想自凭其力 立人立即 对了 剑独兄为我补色 笔尖已凸 特意用画中柳枝 做了这支柳枝笔 全当谢礼 多谢崇云兄 此番 在下一定有这支笔 好好复考 不复所望 那这几日 你便好好问书 我便不再出来讨饶 但你凯旋 我们畅饮汉谈 好 出门莫恨 无人随 书中有马 多如醋 娶妻莫恨 无良眉 书中自有 言如月 和这凯旋 你属于 一路 你还说 你又不讨厌 然后你在家里 这一路 不讨厌 你又不讨厌 你又不讨厌 还有一颗随机应变的心 杜兄现在还开玩笑 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了吧 不像我 背两句忘了以航 好想有人替我代考啊 杜兄 不如 让我爹给我捐一个罐 如何 你不要动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 长在自己身上的才叫肉 本事也一样 好了好了 我又回去了 我也回去问书了 代考 谁呢 我发现你最近真的很闲 要不 再办一次万事物 我在想 那个书生说得对 那只千年蝴蝶腰 可能真的躲着我 它为什么要躲着我呢 这世间躲你的腰还少吗 仔细想想啊 祝平 被曲江腰化时有误 素素腰化时 有误 陆里的哥 腰化时也有误 附华 跟那个地腹灵达成契约时一样有误 如果这些都不是巧合 而是与那雾中妖怪有关呢 我遇到这些事情 如果也是那雾中妖怪安排好的努力 所以你的意思是 那个雾气老妖 诚天啥也不敢 就围着你转 不合理啊 他疯了 是不合理 诚天啥也不敢围着我转呢 不是你吗 书中自有黄金乌 书中自有颜如玉 不 我只求书中千军万马 恕我凶义 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公子 我来子弟投签 却迷了路 天色渐晚 不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想住多久 都可以 公子你生得好生俊俏 家之心性这般蠢杀 奴家真是遇到良人了 姑娘这半夜三宫在外行走 都有不妥 你来投诉就对了 公子 我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 这可是我家 你要借助 你不先问问主人家 你问住客 这适合吗 哪来的小家情 滚开 别懂我好事 若是真挡呢 杜兄 杜兄 崇英雄 崇英雄 我 我方才 你方才差点被狐狸精把魂给勾走了呢 好险 这女狐仙果然厉害 方才片刻 我连孩子的名字都叫好了 多谢崇英雄 小英姑娘 若不是二位 在下今日恐怕 小诗 明日还要考试 杜兄早些歇息 其实你们也可以在关键时刻 在闲身相救的 好羡慕 什么 没什么 那 我去问书了 哎 你 林伯伯 我爹让我问问您 您主持的这次相视 可有所收获 有所有 还真有 有一个叫杜熙的 文章锦绣 富有诗书 胸怀天下 甚好 杜西 林伯伯 我爹说您贵为学士 不常回乡 所以 他便擅自做主 帮您打扫了祖宅 收整杂物时发现了一个箱子 里面净是些珠宝 我爹担心放在原处不妥 便让我这次复考 带了来 还给林伯伯 多年未见 还惦记着为我倾扫 徐老弟真是有心了 贤侄 坐 林伯伯 不知 侄儿这次考得如何 文章锦绣 富有诗书 胸怀天下 甚好 甚好 你考得怎么样 我有一事不明 我与两位同窗一同去看榜 在路上 其中一位就言之凿凿的 说他定会夺亏 而我会落榜 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他当时就发飙了 还说是我做了手脚 我觉得 很是奇怪 是我动的手脚 什么 什么 你 你 抱歉 是太郎 崇运兄 并非投机之人 你这么做 定有自己的原因吧 你可相信我 我生于笔墨 能操控笔墨 这便是我的能力 你用我送的柳池笔书写 我便能感应期间变化 察觉到有人冒涕 我便将你的能力 又赶了过来 我虽不能替你代笔 替你写文章 书胸怡 但我能让真相回归真相 谢谢你信我 学生何妻有心 能有崇运兄这样的朋友守护 这等事 我是做梦都想不到 可见人情是故上 我虽然作为人 却远不如你 避上光阴 不知岁月 这样的事 见得多了 倒是你 心性纯良 他日任职他乡 莫让他人轻易算计 崇运兄 我何其有幸 能与你相识相知 不知此凡一别 我们何时还能在一起 散悲吐然诺 五月到尾亲 下雨就是崇阳节 不如 我们定个 崇阳之约如好 崇阳之约 明年崇阳 我们重居 你再来此 我们定不醉不归 抱住之心 一诺千金 再来 对了 怎么没有看到 巧英巧越他们呀 他们俩平时 叽叽喳喳的 吵死了 在这个时候 反倒没有人影了 他们不愿意说了一遍 都躲起来了 看得出来 非常喜欢你 我打听到了 我要去夫人的村子 叫乌山村 偏事变了点 不过也就极日的不成 淳于兄 我们每一年 都重阳之约 好吗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等等 这是我用壁画中的青檀树皮 和沙天稻草所做的宣纸 你用那柳志笔在上写字 我便能收到 虽不能见 见字如面 大人 您为何不跟他说呀 明年重阳过后 您便能飞升 明年之后 你们就不能再相见了 重阳兄 乌山村偏僻 物产贫瘠 然民风淳朴 涂地干窝 重阳兄 此地山林茂密 野兽横行 村民中以猎户居多 狩猎为生 长此以往 多有伤残 重阳兄 我上任后 决定推行新政 鲜少狩猎 主推农耕 种植小麦 希望风产 你会向你 重阳兄 剑字如面 地里麦子疯长 香可酿酒 待重阳之约 我带一谈 亲手中的麦子酿酒归来 我们一醉放休 多少千尘 寂寞 等候惊奇摘风 这一次 隔壮起了初衷 为何真实 又是 你回忆 更像梦成一年 福宇大人 还未归来吗 有个酒馆 又不是他家 什么叫归来 他自己长腿 爱去哪去哪 他都快一年未归了呀 他不辞而别 咬无音讯 白起大人 您 真的不担心吗 我发现你这个人 真的是蛇经病 他是捉妖师 我是妖 我担心他干嘛 小麦香 等我抓到那只雾中妖 回来与你 一起经这个酒馆如何 你要入股啊 可别 就冲你这给不相识的傻书生 送财宝的脑子 我迟早得破产 君子又成人之美 你不懂 对 我不懂 我只懂 今朝有酒 今朝对 我还在等 直到 每段故事 好久等你来 小麦香 欲赶雾中妖极其危险 我自己处理 等我回来 一起喝妖不醉 大人 你怎么来了 大人 我知您见过杜夕 想见大人也不必帮我这个忙 请大人说 雷 你带给杜夕 你为何自己不去 快到重阳节了 有道是 尘世南风开口笑 举花虚叉 满头盔 满头盔 汤 贝 有个女人跑过去 你可曾见到 女人 这里除了大人跟我 没别人 你这是要去哪儿 回孟廖 少年 我许多你 我跟朋友有个重阳之约 眼开日子就快到了 我却在这个林子里面迷了路 几天几夜都走不出去 有时候也会路过马车 我看见马车我就拼命地喊拼命喊 但是车上的人 怎么都不搭理我 这山里风露深重 我都湿透了 好冷 你能给我仔细想想 你去过哪些地方 做过哪些事 重阴兄 大雨绵烟数月 朕希望路深险灵 隐语能听 若再持续 空流才会隐患 杜大人 村里发大水了 快走啊 大家突出提防 小心啊 去天堂 我记得了吗 我跑进了雾里 怎么都看不清方向 到处都是水 难怪 我浑身都湿了 就算烤着火 也不觉得暖 大人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只有你看得到我 我 是不是已经死了 是的 小泥鳩 你已经死了 你用命保住了村子 但魂魄 一心想复原 念头之深 神道 忽略生死 不是啊 因为 因为我约好了的 你看 这个 是我自己种到麦子酿的酒 我一直都存呀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们约好了的 重云让我跟你说 抱住之心 一诺千家 他说 知道你已不能见约 所以 他来赴你 你怎么会赴你 他来赴你 什么呢 不 我 童鱼 早前与你说过 画中一世真实世界 这下可信了 你的画 我从未怀疑过 何当再就来 共罪重阳节 小明秀 小明秀 我不是故意不够 而是此行 确实太过危险 我不想让你涉险 真的好危险 跟这洛汤鸡在这里考虎 好危险 我好怕 我先走了 太危险 怎么会无法召唤窝镜 我等这一刻 等了很久 若是只有那死鬼杜西 虽说我也能用它 引来无间地狱的阴火 可是没有灯芯 点不着 但有了这壁画中的灵物 放弃飞升 用自己千年的修为 换成画镜之后 就不一样了 这根灯芯好啊 我可以将这天地万物 一并点着 恐惧的味道 真香啊 糟糕 小灵修 你受不了这无间鹰火 别逞强 怪你屁事 小灵修 小灵修 你不知死活 快脱出来 你会死的 龙鼠这样子体 这阴火 若我不能压制 便无人能压制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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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来啦 不信你伤害他 这无间地狱的阴火 趋势很多 即便有混元炼弹 恐怕我们也撑不了多久 石墨墨 你到底想怎么样 呦 居然知道是我 看来咱们的小浮宇 多多少少有点长进 蝴蝶 你养大他的 你说 他是不是有点长进啊 不是 你胡说 他说什么 他说你是谁 他胡说 我不认识你 他胡说 你还不知道吧 他精心设计的悬崖沙子 就是为了保全你 他宁可你恨他 也要让你全身而退 看看这蠢货 都干了些什么 明明掌握了 煽动恶意的能力 明明十八年里面 可以把你变成万劫不复的恶魔 可他偏偏要违抗我的命令 你看看他都给了你些什么 勇气 爱心 保护欲正义感 简直是恶臭扑鼻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我被我山头恶念 稀释恶意太多 而变得面目可责 我不知道 不是 娘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娘 你不着 你还跟我记忆中的一样 一样的美 小语 娘 娘 亲不敢想 有朝一日 还能从你口中听到这声娘 娘没有遗憾 娘一点遗憾都没有了 小语 世间万物 若只看表象 善恶难辨 以后你要用心看 相信你的心 会带你走向正确的答案 孩子 你是娘这不堪的一生里 遇到的 最好的人 最好的人 做过的最好的事 你永远 是娘的骄傲 娘以你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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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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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荣 娘 原来你悲伤的味道 这么甜美 难受了 她可全靠着一口 对你的思念和忏悔撑着 了了她的心结 她也就自然的消散了 所以忏悔 是你变相的杀了她 我以恶念恶意恶梦为时 你越攻击我 我就越强大 不明白吗 愤怒的味道 真爽辣 我要杀了你 我真的喜欢现在这样的你 拥有混元炼丹的人 善恶对其都有致命的吸引力 稍有余慎 就会善恶相逆 你看看你现在 黑化的速度多么让人满意啊 还有 你以为你做的事都是好事吗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的出现 改变了事物原本的轨迹 如果不是你军杀我 我能跟朱平做一辈子好朋友 二一个人有错吗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胡思会接受 我们会一起守护宝山 你为什么要参加我们 你对自己的母亲都恨之入苦 你懂什么是爱 什么是陪伴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制成了起死回生的药 他们都会过得很好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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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害了他们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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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不要过来 人真是太容易被教唆与暗示 一丁点小时 就能激起他们 蓬的恶意 你知道这恶意有多美味吗 哎呀 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 你 怎么回事 浮云 臭豆腐 你清醒一点 你清醒一点 我 你清醒一点 你清醒的 你去 你看 无剑地狱就快生成 浮云 你的能量与我相互链接 与我一起建立暗黑秩序 这 就是你的命运 崇东风 不要 看看这里 多么美 真想看到他吞噬万物的样子 好 我就成全你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受我的蛊惑 温宇 小泥酒 希望有机会 再和你和药不在 我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惜 我到现在都想不出来 这画里面缺失的到底是什么 是小鸟吗 会不会是一坛酒 你看啊 画面上描绘的 就像两个挚友相约小拙 人真常情吗 喂 你好 您到了是吗 好 我现在去接你 请问专家您怎么称呼 我叫崇云 崇阳坐与杜仙碑的崇 飞溅龙城齐木云的云 你好 我叫杜熙 咱们俩家在一块 就是 牺牲鼠番语 贺梦几重云 来 谢谢 这人真有意思 我还以为只有我会用诗来介绍自己的名字 你也挺有意思的 虽然我这风铃不能借你研究 但是 我有样礼物可以送给你 今天是崇阳节 送你了 正好 你可以拿这个 去会会一会儿要见的朋友 谢谢 谢谢 老板 那我 下次再来 慢走 你上网来 我的最爱 送你了 走了 慢走 明月出天山 窗蒙魂海根 长风几万里 吹道玉门关 吹你个陶锤 该打烊了啊 对了 我想到了一个调遥不醉的配方 要不要试试看 我就等你这一口 把刚才那几个人送的礼物都放点进去 卖饼渣 永生花 蒲公英蜜姜糖 陈皮 菊花茶 红尘矿余味 情深转头空 纵然皆是茂 不行 又何妨 灯盘昏时停留 你这种调法 我喝了会不会中毒啊 喝喝看 就朋友 纸 娘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用我这一生换你这一生也挺值得 当个好大夫尽力就好 抱住之心 引动亲戚 原有因果 妖有善恶 换过那些无辜的小妖怪了 这个世间 怎么会有无害的妖怪 所谓妖 就是求而不得的人 别伤我一样 让开 你说得对 我以为只要告诉人们真相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谁知道真相是残酷的 说好 作一万只恶妖为解 还打赌吗 亏本买卖 估计成交 小妮巧 希望有机会 再和你和妖不彩 这就是你 有缘人 欢迎光临 妖怪就过来 一首规估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凡尘或凌鱼皆相动 有几从前是见风 多少千尘寂寞 等候惊喜摘风 这一次可想起了初衷 为何真是有时迷回忆 更像梦成一诺 并且踏步过容 曾有你共看万万始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